野生里子如果是一集酸 那野生沙鸡就是特集酸 两种酸强强联合 吴大哥酸倒牙的独家秘方 怎么跟羊腿结合呢 现在咱们这个料已经备齐了 第一步是要干什么 先腌一下让它入味 花椒 生姜 还有这个小茴香 羊肉必须放花椒 花椒里面的这个茅味 对 生口里面的茅 去山味 对 放花椒 这盆我感觉会是不是有点小 等一会搓一下 小茴香 它是增香的 也是提香 这是现椒吗 吴大哥说了 烤羊腿味道美不美 主要看腌制 花椒葱段姜小茴香干辣椒 可以给羊腿去山增香 那酸倒牙的李子可也成沙鸡 要怎么加入腌制队伍呢 然后把这个沙鸡倒碎 好 嚼着就等一会用手搓一下 让它入味 李子 要把糊先去掉 对 嚼上去 上手 再搓一下 这么背面也一样 让它入味 嗯 搓好之后是不是还得再放一会儿 对 放20分钟左右 好 静等20分钟 好 沙鸡李子捣碎 腌制羊腿 果酸味加入羊腿中 可以进一步为羊腿去山 更重要的是 富含酵素的水果汁液 可以分解蛋白质 让肉质更软嫩 把这个腌好的这个料现在取下 第一步先刷油 脂肪那些油给它逼出来 也不吃了不是那么的肥 腌制好的羊腿放到炉子上烤制 随着炭火的炙烤 羊腿表面收缩逐渐泛出焦黄色 随着温度的上升 腌制的美味慢慢飘散开来 烧烤的香味是治愈的味道 羊油滴在炭火上的滋滋声 是幸福的声音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精心制烤 最终制作完成的烤羊腿 颜色红润酥脆唇香 滋味鲜美回味悠长 那明天咱们有这个厨艺大赛 你觉得它能获第几名 就咱这秘制烤羊腿 不好说吧 作为一个厨师 顾客给您什么样的回馈的时候 你觉得最有成就感 反正它吃好了就最好 你看这一桌没有胜 对 期待着明天我们的比赛可以大获全胜 好好好 一二名 不是第一就一二 对对对 烤羊腿的香味 成功吸引了周围的香菱 大家对我和吴大哥一起制作的烤羊腿 评价如何呢 看你这家 太少了 我这修给你 你要能给个五星好评 我把这个大羊腿都给你拿走 我这方很帅 手笔都帅 不错的话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结一下账 大家的评价 让我们参加第二天厨艺比赛是信心倍增